但是我記得就上一次來的時候 咱們倆聊過 就說將來就找到了 另外一半在哪兒生活的問題 其實您還是想說在日本生活 現在應該說通過疫情吧 稍稍思想上也有一點變化 我覺得還是兩個人在一起 這個是前提 只要兩個人感情好 其實這個倒沒有說特別的拘泥 或者在日本或者在中國 我覺得兩邊 只要是兩個人心在一起 每天都離不開 誰也離不開誰 那我覺得日本和中國 對 都無所謂 就沒有那麼一成不變的 對吧 所以這次咱們也不說 一定要去日本生活了 對不對 但別把人嚇著 哪兒都行 只要找合適的人哪兒都行 對 但如果是您的話 您願意跟隨南方去其他城市 或者其他國家您願意嗎 那還早可以考慮 您是不排斥這種 換個地方生活的是吧 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尹先生 是個什麼樣的人 身上有什麼樣的故事 我們記住原來是你環節 關鍵詞有三個 日本的電影求學之路 老天你為何不幫幫我 一部文學作品讓我重獲新生 剛才說的是87年就去了日本 對 其實那個時候出國的人 還相對是比較少 是吧 對 我們當時去的時候吧 日本人看見我們 還都比較挺新鮮的呢 現在可就不一樣了 現在你隨便走的那個什麼 時代啊 新宿啊 隨身都能飄過來一句中國話 你看有中國人哪都是 當年也是87年 算就是改革開放第一批 我們剛打開去的 那您什麼機會去到日本 而且去學的是電影啊 對吧 其實這種藝術類的東西 一直都是很高端的 我走之前其實就在這個 電影行業工作 叫中國電影科學技術研究所 做這個文字編輯 主要把這個 國外的關於電影科學技術 這方面呢介紹到國內來 國內的這個搞這個行業的人呢 也會去投稿 就是作為國內的電影行業的 技術行業的交流 一個平台一樣的 等於是您在國內就做 這樣的一個工作 是吧 對 那時候也開始就是跟我父親 學一點日文 有時候也在我們那個科研所 的一個國際電影技術上 發一些這個翻譯的東西 您那個時候覺得 等於會日文了 是吧 跟父親學了一點 學了一點 正好我父親跟那個 在北影拍那個合拍的電影 叫《俠女十三妹》 父親跟他談了就說 我那個小孩啊 他覺得他那會有點日文 因為他不夠 他想再繼續學習 您給問問 但是這很快 大概一個多月 那個上學那個 任學校的路易通識書 就來了 就這麼著就 就走了 就走了 就是都沒有什麼思想準備 吸了無毒就走了 命好 命好是吧 有時候全是怎樣 全是命的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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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